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在新闻剪影里看到了 蔡英文总统率领战役参战官兵 郑王列氏遗嘱以及各级长官 地方首长调记阵亡将士的情形 在庄严的太武山公墓 太武山Cemetery 阵亡将士的英灵 永远护卫着这前方阵线 也不难想象当时战况的惨烈 民国47年8月23日 中共调集了数百门火炮 无预警的同时向大小金门 大胆 二胆等岛 进行无差别密集性炮击 在炮战开始后 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就发射炮弹 五万七千余发 同时先后以米格机对机门实施扫射 就此揭开战役序幕 这其中经历了多次海空战 靠的就是国军官兵能战敢战的精神 突破共军海空封锁 坚定了岛上军民士气 最终写下了光荣的胜利史业 没错 子军讲到在战役期间 所缔造的九二台海战役 与红运作战胜利 都将在下一集 举光原地的节目 为大家做详尽介绍 而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 是明德公园 这里就是炮战当天 所落下第一批炮弹的地方 更因此让金门失去了几新闻 赵家乡和张杰三位优秀的副司令官 而他们的纪念碑 就在我所在位置的正前方 在之后14时4天 昼夜激烈的炮战中 共军使用各型火炮 疯狂对金门发射47万余发炮弹 创下了世界上落弹密集度 最高的战时记录 而这场战役因为 全国军民不分前方后方 始终展现一致对抗敌人的 金墙意志 与有我无敌的作战决心 也才有后来美军的奥园 这就是自助人助的最佳权势 好 转移阵地 现在我们来到晴天厅的坑道路口 进入Tunnel之前 可以看到固若金汤 雄正海门八个大志 象征了金门这座岛屿 在战略上意义的重要性 而全岛居民更是以身处前线为荣 成岛屿过来的